大家好,如果你有一个做牛排的手艺 那就有可能收获一份爱情 那小荣今天就把蒜香菲利牛排的做法告诉你 菲利就是牛里肌这个部位 血红蛋白和水分含量都非常高 骨排是不可以放在水里解冻的 那样血红蛋白会流逝的很多 一定要自然解冻 在做牛排之前我们要用厨房用纸或者好的吸水纸 来吸取牛排的表皮水分 含水量过高的牛排 一个是煎制时不容易上色 第二就是下锅以后很容易被煎出的油烫伤 做之前我们撒入足量的玫瑰盐和黑胡椒 大火烧锅加入橄榄油 我们开始煎牛排 锅一定要热 锅温差不多在260度左右 那是最好的 牛排不要来回反正煎 煎好了一面我们再煎另一面 如果橄榄油当初倒的不够 我们中途可以补一次橄榄油 两面各煎25秒以后 我们将牛排取至砧板上切块 由于下面我们还有一次中火的操作 所以前一步千万不可以将牛排煎得过于太熟 蒜香菲力中途是不需要醒肉的 接下来我们开中火锅内继续加入橄榄油 加入切好的大蒜 橄榄油和大蒜的碰撞瞬间香气扑鼻 此刻的锅温差不多应该在180度左右 我们下入切好的菲力块 加入一块黄油 注意还是要中火操作 如果温度太高 黄油下去以后很容易就焦掉 加入一点白蓝地 来个火焰视觉感 做这道蒜香菲力牛排 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 加入白蓝地 能让菲力的香味更加升华 做上这份还有黄油蒜香酒香 黑胡椒香的菲力牛排实在太高级了 谢谢大家